依稀可见立院中心大楼电梯施工封条 工人们进进出出 不过却有好几位诸位警守在门口 不让记者入门神情紧绷 因为韩院长日前罕见 廖仲华 任何立法院的一举一动 都是被高度管住的 螺丝一定要酸紧 我再说一遍 每一个部门 每一个单位 螺丝一定要酸紧 不叫而杀 当然为此虐 青春第一天 韩国瑜市警职员们 劫生自爱 事后传出打算出手处理 立院让人诟病的两件事 包括新国会立委办公室装潢 厂商近开出71万天价报价 以及2021年编500元升级 但到了2023年 还没验收通过的中心大楼电梯 过去数度出现大怒神般急坠 包含国会助理和立委 都曾被卡在电梯中 被质疑究竟中间是否 暗藏玄机 传出立法院长韩国瑜 在院务会议特别提出检讨 还强调跟厂商吃喝 不能去第二攒 一次掌握院内有处事 长期跟厂商不当眼影 跟特殊场合证据 在现在全民都是 高度检验的时候 立法院的相关的官员 应该要节省自爱 立法院的高层应该介入调查 是否没做到利益回避 立法院秘书处私下澄清 韩院长只是不希望传言是真的 不过十天内亮度精神训化 要立法机关最高殿堂 千万不要以身犯险 进行王宣宏